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MQ搭建高可用在线消息平台的一些实践 那我的分享主要分为三个模块 主要是业务背景 以及我们的核心实践和我们未来的一个展望 那首先是描述一下我们当时的一个业务背景 可以看到图中概括了我们常见的一个几类的业务场景 可以看到小米的业务需求是非常复杂的 那除了我们业务对高可用高吞吐 以及低延时的一个需求以外呢 比如说电商场景 它可能还需要一个顺序和事物的一个特性 那金融的场景的话 可能需要一个栽培和死刑堆裂的特性 云服务来说的话 可能需要定时消息和泡不消费 对视频来说 它可能需要Push的一个消费模型 以及我们的一个从事投递的能力 那对门店来说 它可能是涉及MQTT的一个扩展 协议扩展 以及我们的一个Tag标签的功能 那针对这样的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些需求呢 我们在也是曾经是引入了非常多的一个消息队列服务 比如说Rabbit MQ NSQ LevelDB 包括卡夫卡 然后包括我们自研的EMQ 这些服务吧 那其实可以看到我们是引入了非常多的一个 这个消息队列系统的 那这带来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维护成本 以及稳定性和性能的问题 同时呢 我们也会 也是因为这么多的一个系统 它之间的权限体系是割裂的 我们也带来了一个数据 并且也带来了一个数据孤岛的问题吧 那么针对当时的一个背景呢 我们其实是需要有一个 迫切的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在线效益平台的 那么经过调研 我们认为Rabbit MQ 在经过阿里多年的一个打磨的情况下 无论是在性能 稳定性 以及我们的对立特性上 都是符合我们的一个统一消息平台的一个要求的 因此的我们就选行了Rabbit MQ 不过在当时其实也是面临几个问题的 我们可以看到右表中其实有 有一些简单的描述 比如说在高可用方面 其实Rabbit MQ是支持多种高可用部署模式的 比如说主从模式 它可能会存在一些运维成本的一个问题 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些人工的介入 那得来这模式的话 它可能又有一些资源的浪费 对 然后高可用 高性能方面的话 其实我们在实测的在4.7版本实测的话 单击的tps只有5万 实际上当时是 虽然当这个性能已经很好了 但是我们还是存在一些顾虑的 然后至于第五核方面 因为仅依赖name server的一个设计 它虽然能很好的保证一个 我们服务的高可用 但其实它缺少一个统一的元数据管理的一个机制 对我们做一个平台来讲 其实是也是有一些小问题的 然后关于扩展性的话 虽然是支持水平扩展 但是我们如果是主从或者是deliver模式的话 它的资源利用 资源利用率都是会存在一些问题的 那至于定时消息 就是一些对类特性的话 我们目前唯一不满足的就是这个定时消息 目前社区是只支持固定等级的一个 一个一个延时消息吧 当然最近社区也在提就是原生的支持任意延时的能力 不过综合的考虑下来呢 我们还是选择了runmq 基于deliver的一个高可用的部署模式 那上面提到的问题呢 我们其实 就是综合考虑下来吧 其实都是认为都是能都是可以解决掉的 那既是挑战也是机会 我们可以在满足业务需求的同时呢 也能能够反补打磨我们的系统 然后是我们的一个服务规模的一个简单介绍 我们是在20年年底去做的一个上限 可以看到我们在上限的12个月的时间中 我们是消息规模已经突破了300亿每天 这里数据可能有些旧 同时呢 我们也收敛了我们之前提到的90%的一个存量的mq系统 同时这里 但这里需要解释一下 就是这里的数据完全是针对在线场景的 那其实小米内部针对于离线或者是数据分析的一个场景选行 其实是是建议用户去用我们自研的一个TELUS的 那它的定位其实是类似于卡夫卡和Posa的一个系统 那目前它是一个10万亿每天的一个数据处理规模 OK 接下来会重点的讲一下我们在落地过程中 在高可用以及性能优化 包括我们一些高级特性上的一些实践 核心实践 首先是高可用方面 我们知道DELIGER模式 它是基于RAFT协议来实现的一个高可用 那每一个broker组 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RAFT group RAFT group之间的数据同步呢 是原本是单条发送的 在RAMQ4.8版本之前都是单条发送的 在4.8版本之后呢 社区引入了一个batch push的功能 实际上就是将主从同步的过程 由原本的单条发送改为了批量发送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提升我们 DELIGER主从同步的一个性能 但是在实践中 我们发现就是主从是通过配置来判断 是否开启batch push这个功能的 那么如果在滚动升级过程中 从节点先进行了升级 数据同步的过程就会卡住 无法进行滚动的继续升级 因此我们针对性能做了一个兼容性的改造 其实就是通过消息的属性来判断是否开启batch push 这样的话我们就避免了在滚动升级过程中的一个 兼容性问题以及我们不可用的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方面是第二方面的优化是我们针对 DELIGER的transfer leadership的一个流程的优化 那如图所示 prefer leader节点 对prefer leader的意思就是 在一个rug的组中 他会优先的选举成为一个leader 那prefer leader在发生故障之后呢 会发生一次选举 那有一个follower成功的选举成为leader 但当prefer leader这个节点 问题修复重新上线之后呢 原本的leader节点 一定会触发一次选举 将leadership转还 就是还给prefer leader 那问题其实就出现在这个转让的过程中 如果prefer leader的同步进度 是落后于当前的leader的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方框中的 for behind的大于0 那只要有这样一个条件的话 本次的选举将无法成功 并且由于prefer leader节点的term数 已经加了1 他也无法回退回follow状态 因此呢 prefer leader节点将一直卡死在candidate的状态 同时由于原本的leader节点 处于一个停写的状态 那这样的话 整组博客都是无法正常工作的 那针对这个问题呢 其实是有两个优化思路的 对一种是我们叫pre vote 就是预投票的一个机制 预选举的一个机制吧 就是说我们在选举之前 先发起一次预选举 这样的话就能保证说 我的选举的时机一定是数据同步到最新了 那还有一种思路是说 我们让prefer leader做一个等待 就是leader停写 原本的leader节点停写之后 prefer leader要等待数据同步到最新之后 再去出发选举 那这样的话 再去出发选举 并将状态更新为candidate的状态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保证一个 选举流程的一个顺利的完成 那我们在实现中实际上是选择了第二种的方法 然后来避免了一个 transfer leadership流程的一个卡死问题 第三个优化点的话 也是针对prefer leader的 prefer leader这个机制是非常有帮助的 但是前面也提到了 如果有一个节点 它被配置为prefer leader了 那么在这个节点上线之后 一定会出发一轮选举 那比如说在升级的一个场景下 就会频繁的出发这种非必要的一个选举 那这种对我们的整体集训的一个可用性 是非常有挑战的 因此呢 我们也是扩展了prefer leader的这样一个机制 我们支持了通过支持配置多个prefer leader 来解决我们升级滚动升级过程中的一个 频繁的抖动问题 同时呢 通过这样一个支持多个prefer leader的一个机制呢 我们也可以将name server 放在prefer leader之外的一个节点 来保证我们name server的一个小的 处在一个较小压力的一个机器上 做到了一个就是物理上的一个隔离吧 然后第四个高肯用方面呢 其实主要是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社区也经常见到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broke basic问题 那其实我们发生这个问题的背景是我们在高tps的场景下 同时还有频繁的独立数据的一个请求 这样频繁的独立数据呢 会污染我们的page cache 然后同时呢去触发一个强制的内存回收 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新申请的page cache页 的申请流程会卡住 然后影响我们的写入 那其实我们定位到原因之后 也是发现有两个解决的思路吧 社区的我们跟社区有一些交流 首先第一个是说 我们可以提高这种触发强制内存回收 它是一个同步的过程 在同步之前还有一个异步的流程 其实就是我们左图中 这三个值就是触发到mini的那个状态的话 它就会这个值的话就会去触发一次同步的强制回收 如果是之前的low和high的话 它是应该是一个异步的流程 那么如果我们提高 比如说我们在我们实践中实际上是提高了20% 就是从最小的一季提升到了1.2季 我们就将原本非常频繁的一个bobase 基本上就消除掉了 这样的话 同时呢 那第二个思路是我们将读写去做一个分离 那这个其实社区也是在主从模式下也是有同样的方案的 就是说我们引入一个 引入一个对外内存的一个机制 我们在写请求到来之后 我们先把它写到对外内存 然后由一个异步的线程提交给配置开始去做一个刷盘 这样即使我们有强制的同步的内存回收 它也不会我们不会影响我们实际的一个写入的请求 目前这两种方案我们都是 在线上有一个落地 其实确实是能够解决我们的broker basic的一个问题 那第五个高可用方面呢 主要是我们引入了 standing topic这样一个功能 先大概介绍一下这个功能 它的目的呢 主要是将我们的broker和cq的绑地关系做了一个结绑 它就类似于一个卡卡的partition的这样的一个逻辑的概念 可以看到图中 左图中吧 我们的 topic a 它的cq 和原本就是和 非standing topic的一个cq设计 就是是顺序是不一样的 也可以看到它的topic cq3和cq4是放在broker2上的 那如果是非standing topic的话 它可能就是cq1 broker2上的就是cq1 也叫cq1和cq2了 那通过这样一个机制的话 我们是可以 虽然我们做了一个逻辑的抽象 它可以降低我们 机器故障对topic的一个影响 比如在右边这个 场景中 在broker3挂掉了的时候 同时我们的topic c的两个q 都是在这个节点上 那如果我们没有 如果我们没有在别的broker上也有topic c 的message q的话 那这个时候实际上 在broker3挂掉之后 它就无法写入了 但是我们引入了这个standing topic的功能之后呢 我们就支持了一个故障时的自动迁移 也就避免了 其实就是我们有一些人工介入 这个也是实践中的一个场景 对 然后第六个方面 重点提一下是我们的一个机房级的灾备方案 那这里其实也是借助了那个 就是delighter模式本身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架构吧 就delighter模式的一个架构 我们呃 比如说针对金融和电商这种场景 他可能对可能性的要求非常高 呃 那我们就可以选择这种异地多活的一个方案 他主要就是说我们将broker组 就是我们的那个raft组去做一个跨期房的部署 就是左边这张图 那这样的话 呃可以看到我们的 呃 这样的话我们的延时虽然略有提升 但是整体的可用性呢 是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保障的 呃 比如说我们的region1 这个机房全部挂掉了 那其实对region2和region3的 呃这些机器来说 他仍然是一个完整的 呃就是有两副本的一个broker组 还是可以正常去工作的 这样就做到了一个机房的断网 也能保证用户的无感值 呃但是呢 就是这种异地多活的方案 他的问题就是呃 带宽的压力会非常的大 呃因为他有数据跨机房的一个传输 呃因此对于这种吞吐较高的场景 呃他可能就是不适用的 那我们也提供了一种同城多活的方案 就是说多个broker组 他还是在呃多个机房去做一个户备 那这样的时候 这样在故障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通过负载均衡的一个能力 呃自动或者由业务自行的去做一个呃 呃生产流量的切换 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在保证了高吞吐的情况下 也能够很好的去保证一个高可用啊 我们实测下来这两个部署方案的性能差距大概是在 10倍左右 就是5毫秒到一个50毫秒的一个一个 一个差距 呃然后是我们呃以上就是我们高可用方面的一些工作吧 然后是我们在性能优化方面的一些工作 呃首先是呃 首当其中就是我们的单机性能和资源利用率 前面也提到了呃 raft模式 他的资源利用率是相对较低的 呃我们 虽然通过raft就是delighter这个模式保证了高可用 但是他是把三台机器 就其实你是当一台来用的 那其实资源利用率是比较低的 因此我们引入了呃也是社区的一个broker container和多目录存储的呃一个概念吧 呃我们也就实现了上图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是我们在每一个节点上可以部署三个呃broker实例 那这里我们可以选择是用broker container的模式 还是说多进程的模式啊 这里我们都是有一个成熟的方案 呃我们将多个broker实例聚集在一台机器上呢 呃他也会引入一个新的问题 那就是说如果他们都是附用一块磁盘的话 将原本的呃默认的配置的话是附用一块磁盘的 那这样的话就会呃 这种随机的读写就会非常的频繁啊 会严重的影响我们的性能 呃我们也因此呢 我们就把多目录存储这个功能也引入到了delighter这个模式下 呃就是支持了一个多目录的存储能力 那基于呃这样两个能力 我们称之为一个单机多实例的一个方案 呃我们可以在 我们在那个128G内存 呃32T的一个一个单机的环境下 呃三台机器的环境下 呃我们实际的实测的一个效果是说 单机的吞吐呢还是能够达到 呃20万相比于4.9的 呃应该是三卷三的一个版本能够呃性能提升一倍 呃然后第二个优化的话是呃第二个性能优化的方向主要是我们的 呃这个这个压缩呃就是消息合并和压缩吧 呃首先是我们将消息做了合并 这个其实社区也是有一个方案的啊 我们在呃在那个方案的基础上又做了又更近了一步 就是我们还会对合并之后的消息做一个压缩 那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减少网络传输的开销 当然他服务端会有一些开销 呃呃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减少了一个败持索引的一个产生 呃这样我们在实际的呃一个实测环境中发现就是 呃他的性能就是在不包含单机多实力这个功能的前提下 呃他的性能也能够提升到20万呃tps这样一个水平 呃 呃然后第三个性能优化呢主要是我们针对的呃社区版的定时消息啊 他的性能较低的一个问题我们测试下来发现他其实单个呃单个level他的呃tps 呃投递的tps只有700左右 那这个其实是呃无法满足我们的业务需求的呃比如说我们手机的定时场景 他需要的一个呃吞吐量是非常高的 那这里我们首先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啊我们看过代码之后发现他其实是用他们来实现的 呃我们知道他们的性能是相对较低的 因此我们用了呃引入了现成池的一个方式 呃这样呃这样的一个改造的 就是上呢我们就已经把呃单个level的一个投机性能由呃tps由700提升到2000 那这个可能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呃因此呢我们又引入了一个一步化的一个改造呃其实就是这个delivery一个delivery pending queue的一个一个概念 呃通过这样一个呃一个queue我们去做一个一步的改造呢我们可以将呃投递性能由单个queue的2000提升到32000 对然后这个32000呢其实他已经到了啊我们整个投递就是写的一个一个瓶颈了对 呃这样的话他的整体的性能就是非常好的呃第四个优化方向呢主要就是我们呃对于负载均衡的一个优化 呃这个其实还是呃基于standing topic的这样的一个呃一个一个基础吧呃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呃引入了一个支持流量和存储的负载均衡策略呃其实就是呃加了一个负载均衡的组件吧 然后通过这个负载均衡组件来来调整我们的那个cq在和cq的路由呃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呃就像呃上图中所示 我们可以将呃原本是有一个数据数据倾斜的一个集群变成一个呃负载均衡的一个一个集群 呃最后是一些特性方面的完善吧呃首先是定时消息方面的消息方面呃因为社区版本仅支持了呃固定等级就18个等级的一个延时消息 那比如我们上面提到的呃手手机定时的一个场景它可能会需要一个更细力度到秒级的呃一个延时等级那社区版本的这个呃功能是无法满足我们的需求的呃我们原本的业务呢它是基于一个卡夫卡和就是我们自研的一个定时从事服务来实现这个定时任意延时的一个一个功能的呃但是这种架构的话可用性和性能都是 呃没有保障的呃因此呢我们是我们是想去拓展这个呃呃任意延时的一个能力的那这里我们选择了一种插件化的方式啊通过引入一个任意延时插件然后呃来实现我们的一个一个功能 那这个插件其实主要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呃基于rocksdb和时间轮的一个机制来保证我们一个细利度的延时消息的投利 呃第二部分呢主要就是基于呃还是基于delegger的commitlog我们来保证了整个延时插件的一个高可用 呃通过这两两部分呢我们就实现了呃右图这样的一个一个架构它的核心的一个链路转呃数据转链路呃就是producer首先会把消息发给我们一个系统的一个topic 那这个系统topic会投递给呃呃就是延时插件中呃delegger的一个commitlog 然后会rocksdb会从这个commitlog中漏的数据并加载到呃预加载到一个时间轮的一个 呃模块中那时间轮呃会在消息呃到期的时候把这个消息投递给目标的一个topic然后 然后共用用户去消费这就是主要的一个呃任意延时的一个呃数据流转的一个流程 呃我们这个也是呃在手机定时啊啊就是多个这种需要任意延时消息的场景去做了一个落地 呃然后第二个特性的话主要是pop消费 那其实啊pop消费也是5.0的一个特性 他其实主要是去了去解决这种呃客户端的一个负载均衡的一个一个问题吧 那他的核心的呃功能是说我打破了cq和client的一个映射关系 然后从而实现了我们能够根据消费端的处理能力来分发消息的呃这样一个特性 呃然后他也很好的解决了push和铺模式下的呃客户端数量不能超过cq数量的一个限制 呃我们在呃其实这个主要是基于呃5.0分支上的一个功能的cherrypeak 那我们其实是在引入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一些问题吧 然后嗯可能比较严重的主要是这个呃社区版的延时消息性能比较低 然后可能会导致一个数据重复的问题 然后呃那我这里就不再赘述这个问题了 呃所有的这些优化我们都已经提交到了社区 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我们在社区进行一个讨论 呃对然后是我们呃然后就是我们呃小米基于schema去做了一个呃用户数据结构托管的一个服务 呃这个是在我们内部有一个就是中心化的一个schema registry来呃托管我们所有的 呃就不光是找mq啊可能还包括我们的talos包括 呃就其他服务数据服务的一些一些结构 那他其实主要是为了简化用户的一个接入流程 以及规避可能的一个类型安全问题 那呃比如说呃当用户的就是你这个 这个topic的上游的呃业务方把这个结构变了topic结构变了但是没有通知下游消费方的话那一旦就是呃就是数据发生了数据结构发生了变化那下游有可能就会发生这种呃处理逻辑的这种卡卡住呃包括这种消费的堆积这种呃等等一些情况吧呃因此呢我们是通过结合这种呃 skema和topic的这种skema的能力吧然后呃实现了topic全链路的这种呃类型安全 对然后呃同时呢我们也通过结合topic和skema这个概念呃就抽象出来一个table的概念其实那这个其实对我们在做flink 呃flinkconnector啊包括flinkcircle啊包括rmq的connector和stream都是会会有一些帮助的吧 呃对然后他的大致的呃工作工作模式就是首先我们有个中心化的这个skema服务呃他会托管所有的我们用户注册的一个结构 然后呃呃生产者呃在呃就是生产者就不再需要让用户去关心虚乐化的过程了而是说用户会发一个结构化的一个消息就是一个对象到producer内部 然后由producer去做这个呃首先是结构的教验结构呃兼容性的教验以及这个序列化的工作呃然后再把这个消息序列化之后发给呃我们的broker呃同时会带上我们的一个skema id 那consumer在收到这个消息之后他会根据skema id去呃反解出来我这个skema的一个meta的信息呃就包括他的ddl呃呃呃这些信息吧然后去反序列化出来这个数据然后用户就是消费端他拿到最终拿到的也是一个结构化的数据呃这样一个流程其实就是极大的简化了用户的一个使用呃 呃然后最后一个特性其实就是关于我们的呃可观测性那这里主要有两个点呃首先第一个点是说呃我们呃我们整合了原本的那个 就所有的一个让客的监控吧我们梳理然后呃做了一个完善首先我们加入了那个可用性呃包括p99的一个延迟这些指标呃然后呃通过这样的一个监控大屏我们可以在呃收到比如说报警之后可以有一个全局的视角去呃 快速的定位到问题出在哪里然后第二个点主要是呃是利用了Graphna的一个注解的功能吧我们将异常日质和看板做了一个深度的绑定那具具体的用途就是说在指标出现异常的时候他可能还没有报警但是呃就是有一个异常的比如说写言是超过了100毫秒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在呃看板上标注服务端的一个异常日质啊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broker busy的这个日质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是因为呃呃配置开始呃这个这个同步导致的同步回收内存导致的就我们可以快速的去呃快速的去定位到一个一个问题的原因 OK以上就是我们在呃小米落地这个在线效益平台过程中的一些实践实验经验呃然后我稍微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在呃整个这个一年多的时间里的一个发展历程吧其实 就是MQ在小米落地是在呃正式上线是在20年的年底那其实到到现在也就是一年半的时间呃我们也是不断的通过不断的去打磨这个就前面提到的高可用这种稳定性啊包括我们的性能和这些特呃对晚去完善对立的特性其实我们已经收敛了呃百分之就是90就是非常多的一个存量的消息系统基本上已经呃做到了一个呃大部分的一个收尾吧同时我们也顺利承载了呃百分之就是90就是非常多的一个存量的消息系统基本上已经呃做到了一个呃大部分的一个收尾吧 就是包括双11和618在内的呃多次的一个一个大促的一个活动的流量然后我们的消息规模目前已经也推呃突破了300亿然后预计Q3是会突破500亿每天呃同时我们也落地了像呃这种任意岩石啊机防呃机防机灾备然后包括这种呃单机多实力的这些比较呃有特色的一些一些方案吧然后我们基本上呃 呃目前的话消在线呃就是我们基于RMQ搭建的这个在线效益平台基本上已经成为了呃内部的在线场景的一个事实标准呃最后的话是关于呃我们对未来的一个一个一个预期呃首先我们呃我们首先会在分层存储上会重点去做一个投入那他其实主要还是想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资源利用率的问题呃我们不希望在broker层面去存储 有太多的数据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呃消息保留时间的问题我们目前还是集群级别的消息保留时间那其实对topic级别的自定呃定制其实是不太友好的然后第二个呃第二个方向主要是我们会在原数据统一上去做一些工作呃因为我们目前的我们目前的原数据管理还是两套就是未来希望基于name server去做一个统一然后第三个方向是呃mqtt啊那这个社区其实也是提了一个 新的架构我们也在调研和这种测试的一个阶段引入的阶段吧初期希望能够呃通过引入这个新的架构来解决我们旧架构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互相订阅呃里线消息等等嗯嗯然后第四个点就是我们的这个schema服务啊我们也在会我们也会贡献给社区然后呢希望把呃社区的这个这个生态建设的更加完备那最后就是我们在基础能力的呃完善之后呢我们也会去尝试 去拓展这种在线场景下的connector和stream的实践那以上就是呃我这边的所有内容谢谢大家